今天我们就讲运算放大器 今天讲一下运算放大器的认识 还有比较器的认识 运算放大器跟比较器 它是两个元器件 大家要知道怎么去区分 以及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还有它们在电脑中的运用 我们来看一下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外观上面看的话呢 基本上分不出来 外观上都长得都一样 那么唯一不一样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LM393 这个393还有那个331 这种都是比较器 还有我们常见的那个 像现在LM339 这些都是比较器 都是比较器 那么运算放大器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LM358 还有LM324 这种都是运算放大器 那么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到底任何个结构 引脚定义这些呢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这里 比如说我们这里这几个引脚 这个LM393第一脚 这个output脚 output A 这个呢指的是A组输出 它里面有两路满 A路输出嘛 完了之后 那个第二脚和第三脚呢 它是A路的输入端 那么这个输入端呢 它有两个二脚呢 它是一个反向输入端 这个是二脚反向输入端 三脚呢 它是叫同向输入端 三脚是同向输入端 二脚是反向输入端 第四脚呢 是接地 第四脚是接地 第五脚和第六脚 这是B路的 两路哈 A路和B路 这是另一路的哈 这是另一路的输入端 第五脚啊 五脚就是这个 也是同向输入端 然后六脚呢 是反向输入端 七脚呢 是B路的输出端 然后第八脚是供电 VCC 它这个 内部呢 它是这个供电和接地 都是共用的 里面有两个比较细模块 两个比较细模块啊 两路 它们都是共用的接地 供电呢 也是共用的 同一个供电 同一个接地 但是 它们两个人的工作 是分开的 比如说我其中 我这一路的工作呢 是跟这一路是没关系的 不会因为这一路不正常 而影响到另一路 它内部是不相干的 内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分开的 彻底把它分成两组 同一个 这个供电 同一个接地 但是这两路 它们是分开工作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旁边这个LM358 旁边这个LM358 什么叫同向 什么叫反向 你如果不理解的话 你就把它看成是正极和负极吧 你就把它看成是正极和负极就可以了 你如果实在不理解 正确的名字叫做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 那么你不知道 你就把它看成是正负极 待会我们后面呢 就方便理解 然后 在对他这个是 你这个是你这个是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结构 不是比较气的啊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LM358 LM358的话呢 它是跟这个LM393 这个比较气呢 是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引脚定义的全部都一样 就是说这个运算放大器 这个LM358啊 这个是运算放大器 跟这边呢 比较气 它的这个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这个是运算放大器 这边呢 这边呢 是比较气 这两个引脚定义一模一样 第一脚 Alt1 这个呢 是第一路的输出 啊 然后 这个 第二脚呢 和第三脚呢 是一个反向输入端 和一个同向输入端 第四脚呢 是接地 这是 呃 其中 一路 然后 第五脚和第六脚 是 第二路的 同向输入端 和 反向输入端 第七脚呢 是第二路的输出 啊 第八脚呢 是这个 供电 啊 他们都是 也是跟这里面 也是一样的 同一个供电 同一个接地 然后它内部的画法 也都一样 比如说 LM324 它也是运算放大器 内部的这个结构 框图 跟这个LM358 一模一样 那么它的外表 长成这样子 LM358 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 它的工作原理 不一样 啊 引脚定义一样 工作原理 有一点点区别 啊 先别叨急嘛 啊 啊 接着往下看哈 这是一个运算放大器 和比较器 它们的引脚定义啊 引脚定义上面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的叫法 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叫这个同向输入端 和反向输入端 这个就是 叫法都一样 啊 只不过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LM324 它是四运放 里面有四路运算放大器 那么这个LM358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双运放 啊 那么这个 比较器也是一样 393 里面是两路 339呢 里面有四个 就是339啊 里面有四个 四路 啊 双核四核 你想多了 啊 这个那么这个比较器 那么393 我们刚才提到的 它呢 在电路中 主要用于 这个信号比较 那么怎么比较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引脚定义 那么393 它这个工作原理 就是当正向输入端电压 就是当正向输入端电压 大于反向输入端电压的时候 输出高阻态 那什么叫高阻态 高阻态呢 就是玄框 就是内部啊 玄框 开漏 输出出 就是内部 啊 既不拉高 也不拉低 啊 我在打字 我没让你们看嘛 所以你看不到嘛 高阻态 相当于内部 是断开的 它既不接地 也不拉高 就这样子 不给它供电 也不接地 内部就是 这个玄空的 啊 输出高阻态 那么 由外部 上拉为高电瓶 啊 就是需 由外部 上拉 为高电瓶 啊 不是门电路 不要扯啊 啊 这是我们这个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就是当正向输入端 小于反向输入端的时候 输出低电瓶 啊 当正向输入端 电压 小于反向输入端 电压 输出输出低电瓶 输出低电瓶 那么这个输出低电瓶 就是内部接地 也就是说 它的内部啊 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啊 收到一个开关 啊 然后当你 比如说啊 这个 B 这个反向输入端 是一幅的时候 那么这个A 正向输入端 是两幅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正大于负 这个时候输出高阻态 就是内部开关 断开 悬空 反正它也不接供电 也不接地 什么也没有 就是一根线悬空 那么就需要 外部通过电阻 给它上拉为高电瓶 啊 让它变成高 啊 那么当这个 正小于负的时候 比如说 我这个 A为0幅的时候 B为1幅 正小于负 那么它开关 就会闭合 连到地上去 这样的话呢 它就输出低 你就拉也拉不动 在输出低电瓶的时候 这个电阻是拉不动的 啊 上拉也拉不动 啊 接地就变成为0了 啊 所以 这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啊 当正大于负的时候 输出高阻态 也就是我们说的 悬空 开漏输出 啊 当这个正小于负的时候 输出 低电瓶 注意 这是我们LM393的 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这种 运用的话呢 也运用了非常广泛 啊 对于这个高阻态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 全空 开了输出 既不输出高电瓶 也不输出低电瓶 需要由外部上拉为高 这个叫高阻态 啊 好 再看一下 这个 比较气 在 这个 电路中的应用 啊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第六角 我给它一个 3.3V的 一个 电 这个电磁电压 啊 打比方说啊 我这个 在这边 给它一个 3.3V的电磁电压 然后呢 我这边又经过这个 电阻串联分压 分了一个 大概是3.6V的电 啊 然后 输出3.6V 它会去跟这边的 3V做比较 这个时候 正大于负 正大于负的时候 它就会 开漏输出 啊 就是 断开来 它内部 不会把它接地 哎 怎么退出来了 哎 我掉了 今天网络怎么回事啊 现在怎么把我也搞掉了 我说今天怎么把我也搞掉了呢 笑死 你黑我的啊 你有这么厉害 好了好了 继续啊 就是当我们这个微硬 19V 经过这个PR2和PR7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分的电压是 这个 3.6V 啊 然后 3.6V呢 会去和这个六甲的 这个三伏电池 啊 跟这个稳定的三伏电池 跟着这个电压 做比较 那么正大于负的时候 内部开漏输出 啊 解决了它悬空 开漏输出 断开了的 它既不 接供电 也不接地 这个时候 需要有 我们这个 外部 这个 RSM VCC3 通过这个PR8 10O电阻 把它上拉为 这个高电瓶 啊 上拉为3.3V高电瓶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稳定的 直接由这个上拉的 一个高高电瓶 啊 啊 高电瓶有效 AC印啊 这是适配器检测 啊 就是到我们适配器插入 进去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一个电压 去跟它做比较 然后表示适配器插入 啊 给这个 EC啊 或者数量芯片啊 这样的一个检测 啊 这就是一个电压检测吧 啊 适配器检测 啊 就是笔记本电脑中的 一个电路 啊 那么你要是不知道 这个V印什么意思 这个V印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 V印呢 就是一个信号名称 啊 不同的厂家命名不一样 他喜欢叫V印就叫V印 啊 就是个供电而已 啊 完了之后 啊 这个 这个 适配器电压 经过这个电阻分压的时候 只要大约三伏 它就会 输出高阻碳 由外部上那为高电瓶 假如我没有插适配器 那么这边就没有电 没有电的话呢 它就会震 小一副 就会输出低 然后呢 芯片就认为 适配器没有插入 就这意思 啊 就是当我们的V印 低于15.6伏的时候 或者是拔掉适配器 或者是适配器损坏的时候 啊 那么这个时候 通过电阻分压 就小于三伏 啊 就是你不插适配器 或者适配器损坏 适配器电压 在15.6伏以下的时候 啊 那么这个时候 经过电阻分压 分过来的电压呢 就达不到三伏 啊 这个时候 就会震 小于负 好 震小于负 输出低电瓶 由内部把它拉低 啊 震小于负输出低电瓶啊 是从内部把它拉低 拉低之后 这个 AC印 就会被接地 啊 这个时候 就拉不高了 你说的是这个供电是吧 它要工作 肯定是要供电嘛 V印啊 给运算方案 给这个比较器的 V印嘛 啊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比较器的一个工作原理 看明白了没有 啊 就震大一副的时候输出高阻态 震小一副的时候输出低电瓶 内部拉低 就这个意思 啊 低电瓶 表示无效 适配器 未插入 啊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边呢 有一个 331 啊 331 LM 这个331跟339 393 是一样的 我们 之前也有讲过 啊 有讲过这个事情 这也是个比较器 电压比较 一角大于三角的时候输出3.3V 一角小于三角的时候输出0V 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 大家看一下 并不是说这个芯片里面会输出3.3 它是由外部上拉的 一角呢 是一个固定的3V 3.3哈 是个固定的 啊 当我们这个V印 经过这个电阻串联分压之后 啊 过来 啊 分压过来 这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角 不能电压 大于 这个3V 比如说啊 大于3V 你比如说这个3V 这边呢 是3.3 或者是更高 或者3.5 3.6 正小一副 它会输出低吧 对不对 低的话呢 它会把这边也拉低吧 是不是这样子 啊 把这边也会拉低 同样的 啊 拉成低 低电瓶 这边就低了 低了之后呢 这边也是截止的 是一样的道理 啊 如果说我们这边 分的电压 比如说啊 我这边3V 我这边分压之后 只有2V 2V进来之后 正大一副 开了输出 由外部上拉为高 那么的高电瓶 同样还会下来 给这个地方也是个高 高电瓶之后 过来 会让它持续低 持续高 这样子 啊 好 再看一下哈 我们呢 一起看一下 电池 电压 足够的时候 啊 那么这个V印 11.1V 啊 完了之后呢 这个11.1V 经过这个 串联分压之后 可以得到一个 4.89V 啊 然后这个4.89 啊 会被这边一个 3.3V前卫 前卫住了之后 这边最少都有4V 啊 这边哈 最少都会有4V 拉低为4V 啊 拉为4V之后 这边这个 正向输入端 是一个 3.3V的电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 正 小于负 输出低 被内部拉低 哪里有10.8 啊 我这里是做个比较嘛 啊 做个比较 就是说 这个 假如V印 为11.1V的时候 电池啊 电池一般都是 11点几V啊 也有12V的 还有8V多的呢 对不对 这个没有说 一定得多少V啊 一般都是12V 11V多比较常见 啊 啊 3.7乘以3 没错 啊 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正 小于负 然后呢 它输出低 输出低的时候 它会把这边也拉低 这边拉低之后 这边GG也变成低 低电瓶的时候 它截止 啊 然后呢 这边 BL 杠C紧 它是持续低 啊 就这意思 啊 完了之后呢 看一下 当电池电压 低于7.5V的时候 啊 这个时候呢 经过串联分压 还能得到3.29 3.29 这个时候 在这边 PD19 这个二极管的正极 它是正小于负 正小于负的时候 啊 啊 不是 这个二极管的正极 正小于负的时候 二极管截止 那么在这边呢 3.29 这个它会 同向输入端 大于反向输入端 它这边呢 就会开漏输出 开漏输出的话 这边就会上来为高 同时把那个 BLC 也上来为高 啊 告诉这个 通知EC 电池电压低 啊 就这个意思 同向跟反向相同的时候 刚才也说了嘛 它不工作嘛 啊 还是个低啊 反正它内部就不工作 啊 只要大一点点都有用 哪怕是0.0001都可以 只要是比它大 它就会 做出相应的动作 啊 正大一副就输出高 啊 一直保持 开漏输出 啊 不稳的 你不稳的时候 它也会跳啊 很简单啊 它这个东西很很灵活的 你不稳它也会跳的 输出的也会跳 你比如说这第三角的电 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那么它输出也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的 也会跳的 一样的 其实你不要把它想的这么复杂 电动中没有这么复杂的 啊 你只要理解它的工作原理就行了 正大一副输出高 主态正小一副输出机电瓶 就可以了 啊 比三级管二级管那些东西简单多了 你把它想那么复杂干嘛 对不对 装女角尖 完了 这个真正维修过程中 你什么都碰不到 同高的时候 一般是不会出高的 这边输出 刚才我们说的啊 就是这个正大一副输出高之后 这边高电瓶会让这个管导通 导通的拉低 让它变成这个稳定的低电瓶 然后一直是输出高 啊 就这个意思 很简单 这个电路啊 然后就变成锁定了 再看一遍吧 啊 可能还有些人不理解 啊 就当电池电压足够的时候 啊 一般足够的时候 一般最少都有11V到12V 然后呢 它会 通过电动分压 它得到一个4.89 去和 这边的一个 呃 前卫二级管 送到这个二级管的正级 二级管的这个地方是起到前卫作用 啊 当它负级为3V的时候 啊 只要这个时候正大一副 就会导通 导通之后 正级只会比负级高出0.7V 所以 这个时候被前定为4V 这个呢 电路我们曾经在讲这个二级管的应用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过这个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 你就看一下前面讲的二级管的这个课件 录像 啊 然后这边4V呢 送到这边第三角 三角大于一角 就是反向输入端大于同向输入端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会正小一副输出低 低电瓶的话 然后呢会把这边的BLC井也拉低 拉低之后 这边MOS管的G级也是低 MOS管截止 然后当我们电池电压不够的时候 低于7.5V的时候 比如说7.49V 那么经过电阻分压 分的就是3.29V 3.29V送到这个正级 这个PD19呢就会正小于负 PD19二极管截止 截止之后呢 然后这边3.29V 这个三角电压会小于 一角的3.3V 这个时候正大于负 开漏输出 开漏输出外部就会被 3VPCU送拉为高电瓶 同时 这个BLC井也会被 送拉为高 告诉EC电池电压低 同时还会控制这个PQ34导通 让三角持续低 持续拉低 保持开漏输出 就这样 好 这样一这样一保持低之后 它就进入一个锁定状态 然后就再怎么 弄都没有呢 必须得去保护拔电 它锁定之后啊 它进入一个死循环 比如说这边一旦为低 然后正大一副 开漏输出 这边被送拉为高 高电瓶一直让它倒通 然后一直被拉低 低电瓶一直让它正大一副输出高 高一直上拉 上拉再导通 再拉低 就锁定了死循环了 然后你这种再怎么高电瓶 都会被它拉低 明白没有 只要这个管子导通了 你就给它高电瓶 它也是被拉低的 所以说要怎么办呢 把电 让整个电路没电 重来 就可以了 这就是锁定了 在我们的这个 实际电路中 这个331啊 这种12345 五条腿的 这实物中长了很多 像这个U8 就是这样的一个芯片 它就是一个五角的比较器 五角的比较器 现在在电路中大量的采用 你过去一百伏 你想这个问题干嘛 一百伏那就是强奸它 它要是不工作就烧掉嘛 对不对 死给你看嘛 还能怎么样 是不是 真实的你开这个玩笑 一百伏干过去 它不死给你看嘛 想也不要想呢 好 好 来看一下 这个331 同样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这个 负极三角 假如说我们给它一个 假如说给它一个三伏 那么经过它这个 两个串联分压之后 那么这边就会 得到多少伏呢 你们来计算一下 能不能算出来 我们拿一个计算器来算一下啊 看一下 0.2 差不多吧 两伏 130 反正很低很低 然后10k 输出大概是0.14 没错 0.143 这个 如果说 我们这个 这里这个角是个三伏 那么你这个 经过分压之后 如果是一个零点几伏的电 那就相当于 没电 这个电压是非常低的 正小一幅 那么它就会 输出 低 输出低的话呢 这个ADP SIG Data 它就会 正常 它本身就是低电频有效嘛 本身就是这个低电频有效的 这个也叫做 适配器检测信号 就是ADP 检测 就是这个Data 就是这个检测信号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 因为 这个电路在哪里的呢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汇谱上面的一个信号 汇谱的机器 它有中间针 你如果说 你不插适配器 这个中间针呢 这个信号就不会过来 你只要插到适配器 中间针电压就会过来 中间针电压一过来之后 立马正小一幅 然后被拉低 然后告诉电脑 告诉EC适配器已经插入 假如说你不插适配器 那个中间针信号就没电吧 对不对 那么中间针信号 没电的话 它就会正大于负 输出高 主态 由外部上拉为高电瓶 为高电瓶的时候 表示适配器不插入 这个是带警号的 只有为低的时候 才是适配器插入 有修过惠普的机器人都知道 惠普的有个中间针 中间针电压最少都应该有 7伏到8伏左右 最少都有7、8伏 就你一旦插入适配器 那么中间针 这个7、8伏的电 就会送过来 送到第三角 送到第三角 立马正小于负 然后输出低电瓶 把外面那个 设备器检测信号拉低 大口小口都有 大耳的也有 三星的也有 联想的也有 就是深刻派的那种 但是很多 像联想深刻派的 它都没怎么用 还有我们的苹果的 等等都有 扁的圆的都有 这个叫设备器检测信号 在电脑中用的非常多 那么你这里要理解的 你不管它什么信号 它就是正大于负 输出高主态 由外部上拉为高电瓶 正小于负的时候 输出低电瓶 完了之后 这边有一个 R227 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 叫做什么电阻呢 听过没有 听过了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这个呢 十字电阻 对 墙头草 看来你们是听过 丙哥那种盗版视频吧 还是听过他的课 因为墙头草 只有我们这么说 我什么时候讲过的 我上次说过吗 三级管的时候是吧 讲电阻的时候 有讲过 是吗 那记性太好了 好好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个墙头草 很多人还不知道 怎么墙头草 就是说 当我们 正大于负的时候 比如说 我这边是 正常分压 0.14 然后这边为0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正大于负 正大于负的话呢 它就内部断开 让它开漏输出 开漏输出的话 这个点 就会被这里 上拉为 3.3伏 3.3伏的话呢 这个3.3伏 它同样会通过 这个1兆2电阻 过来 让这里变得更高 让这里变得更高 当然了 这里 也有一点点串联分压的形式 对 有一点串联分压的形式 就这个电阻 这样下来 跟这里 这样分压的形式 当然这样分压的话呢 还要算上这一个 其中 这个就叫节点分压 明白没有 就是当你正大于负 变成高电瓶 就是输出高阻碳的时候 由外部上拉为高的时候 这个点的电压 会变得更高 明白没有 高的时候变得更高 然后当你这边 正小于负的时候 比如说 设备机插入进来 这边有7伏 那这边呢 还是0.14 这个时候 正 这个正小于负 那么这个时候 它输出低电瓶 输出低电瓶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阻 就会 把这边 拉到地上去 让它变得更低 明白没有 本身是0.14的 然后经过这个电阻 再拉一次 可能会变成0.1 变得更低 就这意思 相当于这个 依照的电阻 和这个10k电阻 并连到地 懂了吗 并连到地 就是当内部 倒头拉低的时候 这个电阻呢 从这边接地 然后这个电阻呢 从这边接地 总之这个 这个点 就会通过这两个电阻 并连到地 所以的话 这个点的电压 低的时候会变得更低 高的时候呢 会变得更高 就这个意思 这个叫墙头草 低的时候更低 高的时候更高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墙头草 要去详细计算 这个就没必要了 算它干嘛 对 拉皮条的 就是说墙头草 输出高的时候 这个会由这边 拉得更高 正小一副 输出低的时候呢 这边会被拉得更低 就这个意思 它呢就是 墙头草 你低的时候 它就往哪边倒 高的时候 它就往这边倒 就是这意思 前面倒 二五仔 可以不要吗 可以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 都装了有 不要的话 你正常 你这些维修过程中 是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维修过程中 你把它拆掉 我也试过 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这个就比刚才的 比较器 简单一点 好理解一点 怎么理解 大家一起看一下 LM358 和324 都是运算放大器 注意哈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运算放大器 刚才讲的那些331339393 都是比较器 那么这个运算放大器 就不一样了 正大一副的时候 输出高电瓶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VCC逻辑 正小一副的时候 输出低电瓶 也就是我们说的GND逻辑 为什么要说GND逻辑 VCC逻辑 我们待会就可以讲到 正大于负10 输出 VCC逻辑 正小于负10 输出 GND逻辑 GND逻辑 要记住这个 好 这个怎么个GND逻辑和VCC逻辑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它内部呢 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当你这个正大一副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正级 这边是三伏的时候 这边是两伏的时候 这个时候正大一副 我的供电 假如说我的供电是五伏 三伏也行 随便吧 假如说我供电是三伏 然后 正大一副的时候 它会 向上闭合 输出 供电 就是 最大输出 也就是这个三伏 当我们这个正小于负的时候 比如说 我正级是两伏 负级是三伏 正小于负的时候 输出 GND逻辑 这个就是低电瓶 就这个意思 对 内部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省了外部上拉 这个就不需要外部上拉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器 跟运算发大器的区别 运算发大器呢 它是内部上拉下拉 比较器呢 它是内部不上拉 需要外部 上拉 就是这里的区别 其他的都一样 完了之后 我们的比较器 它的接地角啊 必须接地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比较器啊 这个接地啊 必须接地 但是 我们的运算发大器 接地角 可以不接地 啊 就是这个 GND角 可以不接地 啊 也可以接个 这个GND角 啊 可以 接供电 可以接供电啊 啊 比如说 我上面是五幅 下面是两幅 啊 当你这个正 大于负的时候 它输出 VCC逻辑 五幅 啊 当你这个正 小于负的时候 小于负的时候 当 上面是 两幅 下面是三幅 的时候 正小于负的时候 输出 GND逻辑 输出是两幅 就这个意思 它可以不接地 啊 这个就是 运算放大器 啊 啊 放大倍速啊 放大倍速呢 配合三级管 末次管 跟这个没关系 啊 这个 就是 我们说的 这个 运算放大器 啊 就是它内部 这个 嗯 有可以接供电 输出 也可以接地 输出 其实这个意思 放大器 功能 这个呢 我们后面讲到 它应用的时候 就知道了 啊 单纯这样理解 不一样 它的引脚定义 基本 有点和那个 比较器 类似 但是呢 它这个 内部 实际上是不一样 这样工作的 啊 比较器还是比较器 啊 还是叫比较器 形象一些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比较器 对吧 它的工作原理 也不一样 啊 它可以不接地的 但是比较器 就得接地 运算放大器 可以不接地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啊 呃 我能曾经有一个 这样子一个案例 就是也不叫案例吧 有一个图子 我打开看一下啊 就是在一张图子上 见到过 运算放大器 接接低脚 不接地的 啊 呃 有一个会复的机子吧 6510B 看到没有 这不是个LM358吗 对不对 这里有个LM358 然后呢 它这边这个VCC 是经过这个5幅 经过这边 字举叠加起来 这边大概是有 这个VCC脚啊 嗯 是有16幅左右 啊 然后呢 它的尖低脚 连的是哪里呢 15幅16幅都差不多啊 尖低脚 连的是下面 跟这里连到一起去的 由这边过来了 啊 如果是 没有接地啊 这哪里接地呢 这个是地吗 这是供电 好不好 啊 这个GND没有接地 这是个供电 正 VBDCR 这里我不管它多少幅 如果是适配器模式 这里就是19幅 电池模式 就是11幅 啊 我不管它19幅也好 11幅也好 总之 这个电连到这个尖低脚 明白没有 打比方说 我现在用的是11幅吧 我就用11幅给大家做比较 啊 11幅送到这边来 这边也是11幅 它不是直连过来的吗 直连这个第四角啊 11幅啊 然后当我们这个比较弃 这边 正 这边不是正吗 正 大于负的时候 就是正大于负的时候 那么这个第一脚输出 那么这个第一脚输出 输出的是VCC逻辑 啊 如果说 我们这个正小于负的时候 输出的是GND逻辑 明白没有 就这个意思 啊 正大于负输出VCC逻辑的时候 输出的是16幅 啊 那么 这个正小于负输出GND逻辑的时候 输出的是这个11幅 就这个意思 啊 然后这边呢 这个二脚 一脚 这边连一起 这是这一路表示不采用 明白没有 这一路呢 是不采用 只采用了其中一路 啊 就这个意思 这边呢 不采用的 连在一起 这边是不采用的 直接就是只用了其中的一路 啊 所以说 在这个电路图里面 我们的GND脚 它并没有接地呀 没有说一定要把它接地呀 对不对 运送放大器 它可以不接地 啊 已经很明白了吧 啊 这就是运送放大器 放大器跟比较器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啊 你还以为比较器自我懵逼 嗯 比较器刚才已经讲过了 比较器和运送放大器工作原理 本质上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虽然外观引脚定义相同 但是实际上内在的东西是不相同的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温控电路 啊 这里一个温控电路 这边一个热敏电阻 常温状态下是10K 那么10K的时候 他们分的电压是1V 1V 1V的话呢 然后第五角 下面第六角哈 第六角连的是一个正5VALW 啊 正这个5VALW 经过这个PR164和PR162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分的是一个 2.5V的电 因为这两个都是150K 分了一半 2.5V 那么这个时候正小于负 说出来是低电瓶 低电瓶的时候 外部PQ39截止 啊 截止 那么这个man power 它就不会被拉低 后面就可以正常工作 啊 这个就不会被拉低嘛 man power就不会被拉低 啊 那么当这个 这个温度升高 组织变小 温度变升高 组织变小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经过这个电阻分压 一旦分的电压 大于 2.5V之后 那么它就会 输出VCC逻辑 输出5V 控制 这个导通 拉低这个man power 就这个意思 啊 只有温度升高 只有温度升高的时候 组织降低 低到2.55K的时候 原先正常的常温是10K嘛 一直温度升高 组织变小 小到2.5K以下的时候 分的电压 就会小于 分的电压 就会大于2.5V 完了之后呢 就会 啊 这边就会正大一副输出高 VCC逻辑 然后就会 拉低这个man power 啊 就会 保护 啊 就会过温保护 对 这个热敏电阻一般情况下 是很少坏 也不是说不会坏 啊 以前也有坏过的嘛 上面的电阻啊 哪个电阻啊 上面呢 有个PR167还是磁质电阻嘛 一样的嘛 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嘛 墙头草 水红岛 啊 高的时候变得更高 低的时候变得更低 怎么知道是比较细还是运算放大器 这个你就要第一看它的输出端 是不是由外部上拉 第二 看它这个型号 看型号嘛 型号只有393啊 339啊 331啊 这些是比较细嘛 358 324是运算放大器 你看型号嘛 或者是看外部的 有没有上拉嘛 啊 磁质电阻 这个没有延时 啊 没有延时 它又没有电容 只有电阻和电容一起 才有延时啊 单一个电阻 没什么延时 啊 就是个墙头草而已 啊 预算放大器的另一种作用 就是电压跟随 啊 电压跟随 大家看一下 什么电压跟随呢 就是 在这个没有插电的情况下 这些地方全部都没电 当我们这个电池的电压 经过这些分压 分一个高电瓶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会震大于负 输出高 那么这个高电瓶一旦输出来呢 它就会同时反馈到这边去做比较 啊 一旦做比较二角电压 大于三角电压的时候 它立马内部拉低 内部一拉低 这边电压就下去了 下去之后 它又回来做比较 然后 正 小于 这个这个 二角 小于三角的时候 它又会输出高 完了这个高电瓶又回来 只要大于这个 三角电压 它又内部拉低 它就内部不断的 这个震荡 然后使外面这个输出电压 这个输出电压 等于这边这个电压 啊 就这意思 比如说我这进去是一伏 那么一伏正大于负 输出高 外面的电压一旦 超过一伏的时候 比如说一点一 啊 这个时候反馈回来 对吧 然后呢 它就会正小于负 它就会内部拉低 它就会内部拉低 当把第二个电压拉低到 一旦低于0.9伏 的时候 反馈回来 又会正大于负 它又输出高 反正它内部不断的在震荡中 然后使这边的输出电压 保持在一伏左右 啊 就是这边输出电压 等于这个输出端 这边正向输出的电压 这个叫电压跟随 你给它一伏 它就输出一伏 给它两伏 它就输出两伏 啊 这个叫电压跟随 没什么意思 啊 就是我们电池电压 经过电阻分压 啊 大于多少伏的时候 比如说大于一伏两伏的时候啊 你这边给它多少伏 它就输出多少伏 啊 你给它0.5伏 它就输出0.5伏 啊 这个 直刷运算放大器 有这么个用法 它为什么要这样用 我们不管它 啊 就说这边电压在升高 就是三角电压在升高的时候 这边也会升高 你这边降低的时候呢 它也会降低 就这意思 跟随嘛 叫电压跟随器 啊 啊 只是说这个电路中 有这么个用法 啊 他为什么这样用这个不用管它 对吧 直连也可以 是啊 换了是我 不都直连了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通过这个电阻串联分压的 啊 串联分压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串联分压的话 呃 比如说我们这边给它一个一伏 那么它这边要最少要输出两伏 两伏经过电阻分压之后才能得到一伏 去跟它做比较啊 一旦这边输入电压 通过电阻分压大于1.1的时候 它就会拉低 如果说 这边电压啊 输出低于 就是这个输出的电压啊 经过电阻分压低于0.9伏的时候 那么它又会加大输出 总之 使这边输入电压大概在活动在两伏左右 就是假如我这边是一伏进去的话啊 就这样子 见两个电阻是一样大 跟刚才的意思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多了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而已 啊 就是一个意思嘛 然后呢 你实在不会你就套公式 啊 实在不会就套公式 这个很简单 啊 取样嘛 是 这个呢 实际上也就在算它的一个方道倍数 啊 1加上R1除以R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啊 假如说我这个三伏VCC3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两伏打比方哈 两伏 那么两伏 这里正大一副 胜过来的时候啊 会正大一副 然后呢 输出VCC逻辑 VCC逻辑控制这个管 导通 导通之后 这边电容再充电 那么这个电呢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上升 当这个电压一直升 实时的反馈到这边六角 当它高于这边五角的时候 就是反向输入弯大于正向输入弯的时候 它会拉低 然后它就截止 截止的话 这边电容就处于放电状态 就开始上电放电 当它电压 它放在电低于1.9伏或者多少伏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会正大一副 再次输出高 然后呢 电容它就可以把这个2.1伏和1.9伏之间的那个波动啊 把它滤除掉 最后这边输出端大概也就是两伏 就是你RF多少伏 输出多少伏 输出的电压等于RF电压 这个叫做电压跟随 很多人会问 我们的G级是个高电瓶呢 还是个波形呢 多少伏呢 有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呢 你认为是个波形吗 我告诉你 我们刚才说的正大一副输出高和输出低 中间的波动 这个实际上是在它以内部完成了这个震荡工作 你用试波器去测这个角 它就是一个电瓶 当然这个电瓶它不是稳定电瓶 它是也有一点点波动 很小 很难看得出来 一点点 然后这个电压 一般情况下会比这边输出电压高一点几伏吧 高一伏多 一点几伏 你比如说这边输出两伏 这边输出大概就是三伏多 我们呢会有一个 这个 叫做仿真电路吧 对 就是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 处于放大状态在那里工作 半导通状态 实在没错 就是半导通状态 这样就通过这个运算放大器 控制MOS管降压 这种情况下 MOS管呢 它就是工作在这个半导通状态 都没有完全导通 它不可能完全导通 完全导通过来的话呢 这个后面就不可能了 对吧 完全导通过来 它们就不可能是等于这个REF了 两端形成压差 它本身就是个放大状态 我们这里也有个电路 跟我们刚才课件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这个VCC20 这是个20伏的电压 经过这个开关之后呢 去给这个八角供电 同时还会经过这个R1 R2串天分压 送到去第三角 给这边来做比较 这个三角电压 我这边放了一个电压表 在做测试 正大一幅 输出高的时候 控制这个管导通 导通过来电压 这边电压会是多少幅呢 比如说我这边三幅 这边多少幅呢 这边依然还是三幅 这边开关断开 我们就看一下 分的电压 这边的分压是 6.67 进去第三角 作为RF 给它做比较 作为RF给它做比较 作为RF给它做比较 三角大于二角 输出高 高电瓶可以控制它导通 导通过来的电 再去回到这边做比较 反正它比较来比较去 最终这边输出电压 跟它这边RF是一样的 它高了的话呢 它这边会截止 它低了的话呢 它又会供过来 加大导通能力 所以始终把它平衡在 这个基准电压范围内 你给它多少幅 它就输出多少幅 完了它这个积极电压 也就是比它大个一幅 左右 不到一幅吧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运算加场管 如果说你要说是把它看成是个波形 那就错了 因为它不是PWM 大家不要理解错 它输出的不是脉冲 明白没有 这是运算放大器 输出的不是脉冲 它不是PWM电路 如果是PWM电路 它绝对是个波形 如果是个运算放大器 它就是个电 内部完成了这个震荡 所以大家不要理解错了 然后如果说我后级 这边通过这个电阻串联分压 两个100欧 两个100欧 两个100欧串联分压之后呢 那么这边的电压 就要多少幅以上呢 13.3 测过 没有波 两倍的嘛 被开关闭合 两倍 就是这边这个13.3 要经过串联分压之后 才能得到 这个6.67 送到这个二角 去跟它这个三角做比较 明白没有 就是说 这个电阻串联分压 13.3 经过了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之后 得到6.67 对吧 两个电阻一样大嘛 分成一半嘛 然后再去跟它做比较 跟这个6.67做比较 就这意思 放试播器干嘛 还试播器 就是个电瓶啊 四个通道 全是个电瓶 当然我只接了一通道 A通道啊 B通道关掉 B通道关掉 这边也关掉 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平稳的电 就是一个平滑的电 不是波形 啊 就是个15伏 一个高电瓶 比这边S级大那么一伏多 一两伏的样子 啊 以前我们都测过了 这是个电瓶 不是个波形 因为它不是 呃 不是PWM电路 如果是个PWM电路的话呢 那还说得过去 就是个波形 啊 如果不是这个PWM电路 呃 只是个运算放试器 啊 那就是 那就是 只能说是个电瓶了 嗯 打什么PWM 我在哪有PWM 我不可能在上面 画一个PWM芯片上去 没用的 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运算放大器 它的这个作用啊 就是个放大 啊 运算放大 啊 就是让这个 MOS管 处于一个放大状态 就是半导通状态 啊 它自己内部 在不断的在运算 啊 此外部 MOS管 处于放大状态 降压 叫运算 放大 它负责运算 它负责放大 呵呵 不容易坏 因为这个 它一般运算放大器 供电电流都很小 没有什么大电流 啊 很小的 当然这个电流 比那些LDO啊 升能运压器啊 那些电流要大很多 啊 当然它这个降压的话 也不会说拿一个很高的电压去降嘛 你比如说拿个1.5伏降个1伏可以 拿个3.3伏降个2.5伏可以 你比如说拿个19伏降成1伏 那什么的这个MOS管的功率都不到多大才行 是不是 压叉越小越好 压叉呀 D级跟S级压叉不能太大 太大了的话 容易烧管 啊 一般都是小电压 转来转去的 这个都没问题的 啊 用这个做个手机充电器啊 可以 这个倒是可以 你先试试看到能不能成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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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好像还有一个 这个电压跟随 这个电压跟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上面呢也是一个20伏 啊 也是一个20伏 那么这个20伏 我们看一下 经过两个电脱串联分压是10伏 10伏送过去 经过内部电压跟随 出来 还是10伏 对着电压跟随 你这边进去多少伏就出来多少伏 这个意思 啊 你要电压跟随你还不用莫斯管呢 你就这样都可以用冲呢 这边分压多少 它就输出多少 对不对 冲小米 可以考招考 这个能不能充电 我不知道还没试过 你们去试一下吧 啊 一般情况下不会拿这种东西去装充电用 啊 充电器做成这样子太贵的 这是我们的没莫斯管就电压跟随嘛 对 输出电流肯定不够 电流不够的话充电慢 肯定的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啊 这里也呢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这个举例子呢是举的 打比方说VREF为EV的时候 5甲大于6甲 7甲输出高电瓶 控制N高到慢慢导通 我这里这样描述 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实际上大家要改变这个观念 就是 在导通正常工作的时候 G级只会比这个S级高那么一点点 大概是高个1辅的样子 高一点点 不会高太多 是个电瓶 大家知道了 还有这种大运算放大器的啊 都是这样的 有默示管就放大 没默示管就都电压跟随 好简单的 然后注意看一下 这个示意图 还有不明白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 前面的LM358和324 它是运算放大器 331339393呢 是比较器 再不会的再看一下 当正大于负的时候 这个呢 是输出VCC逻辑 这边呢 是悬空 开了输出输出 从开漏输出由外部上拉 当正小于负的时候 这边呢输出低电瓶 这边输出低电瓶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 不一样的 啊 再不明白了 自己给自己打巴掌 哈 对 没错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结束了 啊 那么 呃 今天呢是周五 要到下一周一 才开始上课 啊 明年周六 周日 没有课 啊 下周一再开始 啊